各位兄弟親為大家平安 歡迎來到美日亮光 這回數歌上第一位 首先我們先來討論你的節目 立台志學館第25週第一節到二十八節 阿嬤先生坐月的時二十五歲 在十六三年做婚二十九年 他的老母叫做玉雅丹 是十六三年人 阿嬤先生做上主看做好的事 不過心無轉逸 他的王館這個堅固 就將台師以老爸由台王那些人身出世 不過他沒有台師那些人身的驚二 是照摩世律法的切所記載上主的命令 不可以因為驚二的所作和老爸出世 也不可以因為老爸的所作和驚二出世 大家就因為自己的罪事 阿嬤先生坐月由台人民 照種族在郵台和平安民之族設立 帶一千人或是一百人的冠冠 他點算二十歲以上得算的兵 有三十萬人 他們都可以驚搶 拿燈牌出戰 他還用三千四百公斤的人 對北國醫生欠十萬的傭兵的戰術 有一個上帝中用的人來跟他說 王子不可以讓醫生的軍兵和米做回去 因為上主不跟醫生的人 就是醫法人的侯胎當然知道 你如果一定要這樣做 不論你如何運用作戰 上帝也會給你台書 因為上帝可以讓人贏 也可以讓人輸 阿嬤先生問上帝中用的人說 我已經用三千四百公斤的人 讓醫生的軍隊 那些人會怎樣 上帝中用人應說 上主會讓你更多 阿嬤先生就改善 對北國醫生來的軍兵 叫他們到他們家 他們對郵台人很受氣 去潑潑就去他們家 阿嬤先生堅強起來 帶他的軍兵出去到嚴的三國 台書一萬的醫董人 郵台人還有多隻一萬人 將他們住到三戶上面 從那裡把他們搶下去 他們都嚇到脆骨粉絲 這裡會讓阿嬤先生 改善的醫生軍兵 所以攻擊三馬里亞 和北河崙中間的郵台社長 台書三千人又想很多東西 阿嬤先生堅強醫董人回來 戴他們的心上才做生命 把他們幾百相鄉 因為這樣上主對阿嬤先生發大聲 就請一個聖地去見他 說 那些外族的生命 就不可以救他們的人民 因為他跟他家人 帶著你的手 你是怎麼求問他 他跟他家人說 是 他跟他家人說 尖去 誰人設立你做 你做的王的參謀 你愛私人 先到就尖去 不久再說 我知道上帝 決定要跟你聖閉 因為你做這個事情 又不聽我的慣慨 那些是 由大王阿嬤先生和他的參謀參選了 派書家去見 爺後的孫 又合輸的兒子 她小的王又發思 說 來 來 我們來證明 贏書家 他這個王又發思 派書家去跟尤大王阿嬤先生說 尼巴倫的超市 找書家去見尼巴倫的律伯雄 說 你的女兒 讓我的女兒做母 後來 尼巴倫有一個壓迫經過 把超市吞打 你已經太陽移動 心就驕傲 三世 你點你們家 享受你的營養就好 若要加載好 讓你本身跟尤大國做會沒夢 不過阿嬤先生聽不下去 這個事情是出在上帝 要將他們交給對敵 因為他們救問伊東的心靈 對這樣 她小的王又發思 前來 在尤大的伯氏伯 跟尤大王阿嬤先生到前 尤大讓她小的打敗 大家走到他們家 她小的王又發思在那裡 抓到尤大王阿嬤先生 她是約合輸的孫 約阿嬤的兒子 把她帶到 約六三寧 再聽到約六三寧的聲音 對 她發連門到港門 約兩百公尺 約六四寧 將王宮的財布和五百一東 會給予收購收 上帝聖典的金 人、企固都拿去 還抓人家 才到達三馬里亞 約合輸的兒子 伊西列王約法師 死後 約阿嬤的兒子 由大王阿嬤先生 再多十五年 阿嬤先生其他會受託 從頭到尾都記在地 由大和伊西列王室 對阿嬤先生騙你 沒對上主之後 在耶路撒冷有人嫁母要害他 他就走去勒結 他派人很久勒結 在那裡幫他台詞 人們迎賣在他的身體下來 將他安葬在優待的聲音 裂造的夢帝 今天的經文記載 阿嬤先生王的記書 他在二十五歲最王 在二十五年 因為阿嬤先生在生長的過程中間 他受得也好也大的影響 而且他的老母 幼雅丹 是雅六三年人 他是一個很重視信用夠幼的老母 所以阿嬤先生受得很好的信用團成 他對耶路撒上帝是建議 第一在外的初期 他仅有心想要做一個建議上帝的好王 驗上帝我們中看到好的事情 當他的國穿穩定的時候 他就將台語老爸的背叛者 抓來 大家心伴 他請大家出現 但是他卻沒有去感染到 這些人的理路 或是說伯母 或是任何親人 所以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到 他是照上帝的律法 來抵桌 我們可以這樣判斷說 一開始 他是一個建議上帝 很好的軍王 有一時 他接著有大修理 大受盛全國的背心的所目 然後整理軍隊 他認為他的軍隊三十萬 比起約三法王的時代 您所太少了 所以他就想要用金錢去 北國一世列 只要沒有十萬的軍兵來 上帝挑戰一個聖帝 去跟阿嬤先生說 上帝不會到這裡的一世人同在 上帝得客 給他的軍兵的戰敗 所以阿嬤先生就問聖帝說 我錢運已經付給他們 這樣要怎樣 上帝的聖帝就說 說上帝會想屬於 這麼多的這些人的軍財布 阿嬤先生就聽上帝的 上帝對他這個聖帝來的軍兵來改善 扯給他們回去 雖然他們非常生氣 但是他還是照上帝這樣做 然後他自己開始 瓜克上帝 公共重大 就帶到他自己的軍兵 跟伊東人相約 還有人大大在想 所以初期的阿嬤先生王 他是建委上帝 聽壇上帝的位 所以他會鎮壓 但是他對伊東剛來的很多戰禮品 有很多金吻 還有五雙 阿嬤先生看來 竟然心想不合 將這個五雙 立造自己的五雙 拜這個五雙 所以上帝找了一個聖帝去 接比他 他聽得很熟 沒有聽這個聖帝的話 所以從那個聖帝開始 他就離開聖帝 我們看到 一場戰爭的阿嬤先生 他心得驚悟 對聖帝一點點也不感謝 都發作他的驚悟 所以他就在這個驚悟中間 找人去運一世的王 又還是下戰書 兩個國家就發動戰爭 又還是 就抓了阿嬤先生 終於帶回去阿嬤先生 然後將聖帝拆到 將聖帝裡面 這些金吻祈禱 王宮中間的保密 都拿著 對他之後 阿嬤先生在阿嬤先生 的宮中 在那裡 受人的能力 受人的提扯 過了二十多年 後來阿嬤先生 有人不反應 他就走出 結果阿嬤先生 被比判的人 抓到 將他的態勢 他就這樣比慘 結束他的意向 阿嬤先生 完問題有很好的開始 但是因為 心驚悟 最後 就不會忘 他真的是一個筆劑 這位現在是阿嬤先生 憲憲的我們說 百花的會得心 人心叫悟 要在一條真相 先要有謙避 我們要用這樣做驚信 我上帝幫助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